哈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故事与剧本的艺术 检查一下声音和画面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说一下 没有问题的回个一 咱们开始准备上课 很喜欢看香港喜剧片 香港喜剧片让我想到的最多的 一个是僵尸类型的 还有一个就是以卖家 他们那一伙为代表的喜剧片 你要喜欢看香港喜剧片的话 卖家你知道吗 光头佬 他的系列做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光头佬他的电影 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的 就是他的形象也好 一些喜剧的一些什么 对最佳拍档系列 还有一个兽虎肥龙 他和红金宝一起合演 像这种系列的 为什么在大陆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火呢 是吗 在大陆不是很火 在香港很火 甚至可以和星野一较高下 但是在大陆这边 知道的人相对来说要少很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 来咱们来开始看一下 今天这节课的内容 那个时候还好吧 他差不多和星野是一个时代的 差不多的 他们那个时代差不多 那我们这节课来说一下喜剧 这个首先呢 我们来从几个点来说一下喜剧的一些描写 从人物上分析 从情节上 以及从世界上 想写好喜剧啊 它也简单 但是呢 也不简单啊 咱们挨个的去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喜剧 你说喜剧分类 他要分到哪里面去 喜剧分类 分到哪里啊 他不太好分类 喜剧 他更像是一种风格啊 所以说写喜剧啊 你可以通过把喜剧的要素叠加到一个故事上面去的这么一个方法啊 其实喜剧和悲剧是一体两面的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啊 就是每个喜剧 它的内核其实是一个悲剧 星爷也说过一些类似的话 我拍的一直都是悲剧啊 为什么你们觉得都是喜剧呢 是吗 他只是呈现的角度不同 观众才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一个观赏心态 当观众他仰视着悲剧里面的这个人物的受苦的时候啊 这个观众他对于人物是是进行仰视着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感觉的是一个悲剧 当他进行俯视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他感觉呢就是一个喜剧啊 这和观众的这个呃 观观赏心态是有关系的 那观众会发笑啊 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喜剧里面的角色更聪明更厉害啊 而喜剧中的角色呢 越是一本正经的啊 去面对自己的困境 那越是想解决问题 观众呢就会觉得越好笑是吧啊 比如说 你让观众比角色聪明啊 那他就成了一个喜剧 因为观众知道啊 角色正在犯下或即将犯下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错误啊 他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 那喜剧里面的人物通常都是一些小人物啊 因为这样的人物啊 他更贴近生活啊 更容易让观众有亲近感啊 再来呢 就是小人物才容易让观众的股市角色哎 容易造成一个喜剧的一个效果 啊 那首先我们从人物上进行分析啊 人物上面咱们说的人物要素啊 还记得什么吗 身份性格是吧啊 我们先说身份身份呃在喜剧里面啊 有这么几种 第一个反英雄主义的小人物啊 像一些三角走流泛夫走卒这种的好 大家想想你看到的电影里面哪些啊 或故事里面哪些是这种反英雄主义的小人物 就是这个角色这个喜剧的角色主角 他不是那种咱们平常故事是里面的那种啊 大英雄啊 英雄式的任务 他可能是一个反英雄主义的 他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啊 不太好的性格 有点像小混混啊 有点呃不务正业啊 这样的想想 前两天我们刚看了一个影片 功夫还记得吧 星爷的功夫 那里面的那个主角 你想想他是不是 对吧 功夫里面的主角 典型的反应 反英雄主义的小人物啊 街头一个小混混 还有呃 唐伯虎点秋香 里面的那个唐伯虎啊 虽然历史上的唐伯虎是一个才子啊 但是电影里面的那个唐伯虎 那不就是一个地皮小流氓吗 是吧啊 没有什么区别 情圣 哪个情圣 你说 啊 啊 啊 星星爷和那个卖家演的情圣 确实是很老的电影了 你一说情圣 我都没想起来是哪一部电影 第二种就是处处危机啊 障碍重重的小人物啊 那像这种的就是天不从人怨 人不从心怨啊 就是那种很倒霉的那种啊 干啥事都很倒霉 来想想这种的 有没有什么案例 这种的就很多了 就是我一想 我就知道啊 这这个倒霉的角色啊 老是倒霉的 也是星爷的啊 其实我们很多案例啊 你直接就从星爷的电影里面去找就可以 基本基本上啊 喜剧这种典型案例和悲剧典型案例 都可以从他的电影里面找到啊 找到很不错的例子 喜剧之王 想想 喜剧之王里面的那个主角 尹天虫 他是不是 是吧 处处危机 处处障碍啊 不管做啥都不顺 他就想做一个演员啊 跑个龙套 那都跑不顺畅了啊 教别人演戏啊 也教不好 是吧 这是这么一个啊 喜剧之王里面的角色 再一个 有缺陷的小人物啊 这个缺陷是相对于事件来说的 我们前面也说过 对吧 你比如说 他想当老师啊 但是呢 他之前可能是一个小混混啊 他根本就没有那种 为人是表的那种气质 哎 他想画画啊 但是呢 他的这个 呃 是个色盲 他颜色分辨有问题啊 总之呢 就是这个角色 他这个 总之就是这个角色的缺陷啊 就是他的一个成功的绊脚石 你不能让这个角色啊 太顺了啊 你得让他不顺一点 是吧 这种有缺陷的小人物啊 相对于事件来说 还有就是天灾人祸大环境中的小人物 像这种啊 动画里面比较多啊 这个因为我看动脉会更多一点 所以我想到的例子 好多时候一下子 我想到的就都是动画里面的这个案例 动画里面比较多的 比如说穿越一世界啊 因为咱们国内啊 现在限制穿越题材的这种故事类型啊 所以在国外的话 他不限制啊 穿越一世界 特别是在动漫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类型啊 那穿越一世界都都被写烂了 那肯定会诞生出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类型 比如说有一种就是这样的啊 你穿越到一世界之后 你本以为啊 你会像其他的故事一样一路开挂 结果呢 你发现自己根本是啥特殊的本事都没有 你也没有什么金手指啊 你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你也没有什么先天的一些天赋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来到这个异世界之后 你可能在新手村 你就被难住了啊 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 你天天还要去打工啊 去干苦力去打工 赚的那点钱呢 也就满足一个温饱的一个问题啊 就和平平常的那种 这个穿越到异世界里面 一路开挂打魔王的那种故事 就完全就是两回事 是吧 你说这种呢 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完全出乎观众意料的啊 这么一种穿越一世界的一个故事类型 梁朝伟演的韦小宝 梁朝伟还演过韦小宝 哪部电影 好像有点印象 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穿越到现在 啊 好像是来吧 这个也是啊 也是一个老片了 也想不起来了 谷歌的神话啊 那个也是穿越的 但是那个那个不算喜剧啊 我给你看一段啊 有一个动画 叫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 你们有空的话 对动画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搞笑的一部动漫 我就是王国检察官的 冒险者 佐藤和尼 你现在在国家潜伏罪的容疑 是在乎 等一等 有什么错 可惨 是在乎 我再配付了 我认为是在乱上的 啊 在乱上白 你的性格 你最坚持人的 你以为是在乱 我再来 在一体 我以为是在乱 我以为是在乱 在乱 我以为是在乱 你太不要 我以为是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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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在乱 我以为是在乱 这个就是纯粹的一个搞笑翻啊 就是他穿越到异世界的时候 那个女神问他 你可以带一样东西去你穿越的异世界 你要带个什么东西呢 然后女神嘲笑他来着 他是想救人 他救了那个人啊 马上要被车给撞了 他就去跑过去把那个人想推开 然后被车给撞死了 其实按照正常的发展的话 即便是他不把那个小孩推开 那个小孩也不会被撞 他相当于等于白死了 而且他还不是被车给撞死的 他是吓死的 那个女神就嘲笑他啊 把他嘲笑的生气了 他说既然我能选一个东西去异世界的话 那我就选你啊 我要把你带到异世界去 这样的话 那个女神就跟着他一块去了 而且那个给他的任务是 如果不能完成任务的话 他们两个谁也没法从那个异世界里面再回来 特别搞笑的一个番 好像看过 你要看过的话肯定会很有印象啊 叫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性格 性格啊 人的人性的弱点 其实就是喜剧性格 你比如说贪婪 虚荣 傲慢 自作聪明 固执等等这些 因为大家都有这些弱点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并不会显得太可笑啊 只有当这些弱点放在特定的背景 和情景当中 才会显得比较可笑 比如说 有一个老罗的名场面 你好 这个是固执 我们来看 它怎么是固执的 你好 给我来个中杯的拿铁 您要的是这个吗 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你这不大中小三个杯子吗 我要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我不管你们怎么叫 我就要这三个杯子里的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别这样 别这样 您好 好 这一个小短片 这表现的什么呀 表现的人性的固执 是吧 就不管老罗怎么说 就说的星巴克 他非要给你洗脑 非要给你说 那个是大杯 那个是中杯 然后这是超大杯 我们没有小杯 非要给顾客洗脑 这么一种感觉 这就是商家干的一件事 是吧 但是这个名场面 大家都 特别是打脸的那一段 应该都看过 在很多一些 恶搞的剪辑里面 都会见到的 好嘞 这是从人物上 去进行一个分析 人物上分析的话 其实 基本上就这些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因为这个喜剧 关键还是什么 关键是从事件上 从事上让它变得好玩 我们来看一下 从情节上 第一个叫反配 什么叫反配 所谓的反配 其实就是不搭配的意思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喜剧技巧 比如说 人和事反配 人和环境 文化反配 等等这样 人和事的反配 就比如说 人物的身份 与他要处理的事 不搭 这个不合理 比如说 一个小偷 成了阴差阳错的 成了一个警察 他作为一个信任警察 那他本来是个小偷 所以他对一些偷盗手段 非常的了解 怎么撬索什么的 都非常的了解 结果还屡见其功 是吧 这种人和事的一个反配 一个月月饭 逃到了一个幼儿园里面 为了躲避追捕 假装是个老师 然后笨手笨脚的带孩子 给孩子做饭什么的 是吧 也是一种反配方式 还有一个电影叫 公主日记 安妮海斯威严的 一个叫公主日记的 她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比较洒脱的 青春靓丽的一个女孩 然后成为了一个公主 成为公主之后 那你有一些言行举止 就不能按照之前的方式了 是吧 你得去改变一下 你的言行举止 你的一举一动 都要去透露出一种 高贵的气质来 才可以 这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公主日记 刚好我找到了一个预告片 咱们一块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hut up!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这也是一个比较 有点年岁的一个片子了吧 《公主日记》 海尼海瑟威的演技还是可以的 他的电影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再一个人与环境的反配 这个就是这种类型 就是一个人进入了 跟他不搭的一个环境里 比如说咱们《红楼梦》里面 有一个片段 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是吧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呀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底层的人进到上层 或者说是上层的人进到底层 就是这个人去到了一个 跟他之前生活的环境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 其实刚才的《公主日记》 也算是人和环境的反配吧 对吧 也差不多的 凤凰男 这个和凤凰男什么关系 那不是 那不是 你这个就就想远了 想多了扯多了 人和环境反配 人和事反配 我给你再举个例子 假如说一个乞丐 他可能和皇帝长得很像 然后呢 这个皇帝要威夫私访 他要跑出去玩 他就让那个乞丐呢 去假扮他 这个故事好像是在康复 康熙威夫私访记里面 出现过类似的故事 对吧 好了啊 那让乞丐去假装他 那假装他的话 那乞丐肯定没当过皇上呀 他不知道皇上 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他就在想 我现在成皇上了 那我要过上 锦衣玉食的生活 多好呢 我要天天吃油饼 我要把豆浆当水一样喝 是吧 这就是人和事的反配 人和环境的反配 他想象不到 那个好的环境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武装爷苏启儿 那个不是 那个 那个 怎么说呢 他是变成了最后变成了乞丐不假 可是他那个不算是 不算是一个什么呀 不算是一个 他从这个事件上来说 他不算喜剧 虽然他中间有一些喜剧的桥段啊 他不是用这个事件作为喜剧的 如果说这个武装员苏启儿啊 讲的是这个新爷 他变成乞丐之后啊 在乞丐窝里面啊 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事 那这样的话 他算是这种类型 但他不是呀 他讲的是变成乞丐之后 他怎么在 在觉醒啊 怎么着 再去 救皇上的这么一个故事 他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 咱说的这个事件 是主要情节 主要情节 大事件 你的这个主人公 他面对的主要事件 那个苏启儿 他变成乞丐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环节 并不是一个主要事件 他主要不是变成乞丐 他主要是还是要觉醒 再一次的觉醒 再一种叫文化的反配 文化反配啊 这个比较少啊 这个就是一些大师级的人物 他们才能玩得转的一种方式 像这种文化反配 李安的电影里面就经常出现 李安的刮沙 有一部电影叫刮沙 他讲的呢 就是中外文化的一种反差 你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我给你大概的讲一下 就是主角呢 他是去美国发展的一个中国人 他他呢 对美国文化不是特别的了解 虽然他在美国发展啊 他对美国文化还不是很了解 他只是从中国去那打工的 那他的儿子啊 和美国的朋友的儿子吵架了 俩小孩打架了是吧 那作为中国父母 你会怎么干 你想想 你孩子和你朋友的孩子吵架了 你要是想给你朋友面子的话 你可能会当着你朋友的面 训斥你的孩子 或打他两下 是不是 那在电影里面 主角就打了自己的儿子 那在美国人眼里 这不行啊 你怎么能随便打小孩呢 是吧 你这是虐待儿童呀 然后呢 这个小孩身上背上发现了那个鱼痕 这个医生呢 就以为这是这家人啊 虐待小孩啊 就要去把那个去给那个 把愿打电话 然后要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啊 其实那个鱼痕啊 是咱们有一种叫刮痧 就是在你背上 去用那个木脚书去给他刮啊 刮出那种有血印的那个样子 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的一种中医的理疗方式啊 但老外他也不懂 他不知道什么叫刮痧啊 他就觉得主角是在虐待虐待孩子啊 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特别是最后主角和这个他的朋友对峙的时候 就说你为什么不帮我啊 你为什么在法庭上你说啊 这个我虐待自己的孩子 他朋友也不明白啊 你确实是啊 你确实是当着我的面打了你的孩子呀 对吗 然后他就跟他朋友说 我打我的孩子是为了给你面子呀 老外就疯了 他打死他他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两个孩子吵架 你打你的孩子是给我面子啊 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文化的一个反配 典型的文化反配啊 这你得 你得对中外两个文化都非常的了解 你看这种生活的细节啊 咱可能一说你也明白 但是你可能不会想到 是吧啊 对文化思想啊 各方面的一些差异 才会导致的这种冲突啊 甚至里面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被解读成什么样啊 那个在法庭上面有一段律师 有那个对方的律师说的特别搞笑啊 说孙悟空啊 这个霸占派那个就毁了潘桃园啊 那是破坏他人财物啊 然后那个打了天庭的人 那是故意伤害人什么的啊 就是取了这么一些例子啊 就典型的一些文化反配的导致下的出来这么一些啊东西 好 这就是文化反配的这种案例 这种呢 比较少啊 这个咱们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 再一个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反配的手法 你得体现出不同的双方的习性才可以 特别是这个文化反配啊 为什么说这个不好写呢 你想啊 如果说观众他既不知道在西方人眼里打孩子是虐待 他也不知道在国人眼里打孩子是给对方面子 那这个情节对于观众来说 那就是纯粹的一个吵架 就没有笑点了 就没有意思了 他就不知道为啥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生气 不知道为什么那边觉得无奈 是吧 这是反配这个地方 所以你需要对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不光你了解 你还要让观众了解 那才可以 好 那接着我们再说一个 叫以大博小 以大博小呢 这种就是说 你很努力 很费劲 不计成本的去做一件事 结果呢 你发现做了是一件小事 是吧 这种行为呢 就会让人发笑 有些笨贼类型的电影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安排 一些笨贼 冒着很大的风险 又是翻墙 又是翻墙 又是用一些高科技 黑掉这家人的监控系统 又是用什么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把这个保险柜的门给他打开 撬开 用了好多好多高科技的方法 然后用了好多器材 内外一起联合 是吧 又是无线电 又是干嘛的 结果呢 撬开保险柜之后 层层撬开保险柜 发现里面是啥呢 里面是富豪当年 他的初恋写给他的一封情书 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也没有什么黄金 没有什么钻石 啥都没有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以大不小 这种一个搞笑的一个环节 类似的在星爷里面 星爷的百变星君 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情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小段情节 百变星君 六千万我里面有 六千万还送得出来 你真的有六千块啊 好 我就快点把帮你的忙 便宜有便宜的做法 我们就拼一拼好了 一拼 陈他 这就是典型的 这么一个以大波小 前面各种渲染 又是什么灯光 又是啥的 然后还有一些害怕的眼神之类的 让我们以为他是要在改造人 以为他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结果是做了一碗牛肉面 典型的 以大波小的这么一种用法 像这个在现实案例当中也有 以大波小 让我想起来了一个新闻 以前看到的一个新闻真事 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现在还可以搜得到 就有一伙人 他们想造假钱 他们发现纸币的假钱 他们是没有能力去造的 那个东西太高科技了 他玩不了 但是硬币的假钱 他觉得这东西有什么很难的吗 是吧 你就跟造游戏币基本上差不多的 就用那个东西去造假的硬币就可以了 而且假的硬币和真的硬币真的是区分不出来 他也没有什么机器能区分出来 就是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那几个人就开始合伙 买了一台造游戏币的机器 然后再去找人花钱买了造的模板 那种电子版 就开始去造假的硬币 一共成本花了18万好像是 花了18万 这些所有的机器 各种各样的设备的成本 然后在游戏币 在这个假币造出了10万块钱的时候 就被抓了 就连本都没回来 这是一个现实当中的真事 以大拨小是吧 现实当中也有一些搞笑的清洁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情节上叫忘掉原本的目的 这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喜剧的一种写作方式 这个和以大拨小有点相似 就是你最初的目的和最后的结果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一个韩国电影叫极限职业 然后呢 它是讲的是五个很不顺的警察 为了按查一些线索 他们包下了一个炸机店 就开炸机店 然后呢 结果发现 从他们开炸机店后 生意变得越来越好了 以前做警察的时候都很倒霉 他从开店之后 运气变好了 赚的钱是这比当警察还多多 叫极限职业 我们可以看一下预告片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电影 我们会移动 這是我的一個男友 小男友 incarcerated 找到的 supuesto 究竟 誰點一個女友 suspects的味道 這是排 barrel mállida 是 很像的情景 这就是忘掉原本的目的 就他们本来是想去监视坏人 就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毒品交易的 为了方便监视 他们把那个电含下来了 想去做这么一个引子 结果呢发现开炸气电声音越来越好了是吧 类似的还有一个韩国电影叫隐秘而伟大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朝鲜的特工啊 被派到韩国之后装成傻子当卧底 然后慢慢的他喜欢上了这种平凡的生活啊 觉得做个傻子也挺好的 也是一个类似的 这种忘掉原本目的啊 你可以作为一个喜剧啊 从整个世界上来说啊 作为一个喜剧的一个引子 对的金秀贤啊 金秀贤 好家伙月片亮什么的可以啊 可以 再一个叫重复 重复这个就更不用说了是吧 重复呢 他可能不是说是作为一个整个故事的一个框架 他是作为一个情节和包袱的啊 常用于制造喜剧情节和包袱 有的时候呢 也能做大的扣子啊 这个比较少 比如说呃 美国著名的喜剧电影一个叫土拨鼠之日的啊 这个就是利用重复做的一个大的扣子啊 做的一个大的框架 这个喜剧故事讲的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他呢在某个小镇上报报道 土拨鼠节日的这么一个时候啊 然后陷入了时间和事件的一个重复 他每天一睁眼啊 就是土拨鼠的那个节日啊 然后每天呢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啊 这个电影啊 他不光是一个喜剧啊 也是一个比较有预言价值的一个杰作 挺好的啊 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啊 那我们说这个重复作为情节包袱的话 大家想到了哪些情节 这个就可就太多了啊 这个就不能想不到了 重复作为搞笑的情节啊 作为一些搞笑的包袱这块的 有完没完什么有完没完 说具体点 说的哪个有完没完 范维也的 范维也的有完没完 你说电影的名字叫有完没完吗 我感觉你的乐片量好像在我之上啊 我都没听我都没听过这个电影 啊 跟土拨鼠真是很像 也是一个重复的 哦 那我明白了 那 那个 我们说情节啊 就现在先不说大的扣子 情节 情节包袱 就是小的啊 小的情节 小的包袱里面 丰富的 这种呢 有印象吗 想给给你看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片段 你一看你就知道了 因为你知道马都没在哪吗 马什么没什么都没 马什么没 是吧 那么典型的重复吗 啊 这是在小的情节和包袱上面的啊 这种重复 类似的还有一个 嗯 也是星爷的电影 陶学威龙里面的一个片段 对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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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손 快点啊 快点啊 又大座书 我還知道,真無記憲 真無記憲 什麼聲音 這位同學,剛才只有你,出來幫幫忙 來…快點… 可惡 那位同學笑得這麼開心,你也出來 來… 來… 你叫什麼名字? 周星星 你呢? 黃小桂 你叫什麼名字? 周星星 你呢? 黃小桂 這位同學叫什麼名字? 周星星 現在我們開始了,周星星學 現在我們這個實驗呢,就比較複雜 我們一定要記住每一個步驟 如果沒有記憲,就很危險的了 對不起 你說這個實驗最重要是… 記憲 如果沒有我就… 很危險 好,這個就是重複,是吧 你叫什麼名字?周星星 你叫什麼名字呀?周星星 典型的重複的這麼一個案例 這是從小的情節上來說 像大的這種重複的話 可能基本上就是用在 像什麼土拨鼠之日啊 還有剛才那個好傢伙同學說的 有完沒完這種的 時間上的重複,可能這種的 成龍對打 然後對面那個人一直躲 成龍停下來那個人還在躲 算不算?算算算 對,這種的也算 這是在小情節上面的一個重複嗎 是吧,就是 這種怎麼說呢 這種不算劇情上的喜劇了 那是動作上的喜劇 也算啊,也算重複 是吧,比如說 成龍在中間左右兩個人 一個打上面一個打下面 他一會兒躲上面 一會兒躲下面 一會兒躲上面 一會兒躲下面 然後呢,成龍走開之後 那個那兩個人還是 一會兒打上面 一會兒打下面 也是典型的一個重複的嗎 這種的就算動作喜劇了 他不是劇情安排 接著我們再說一個 叫應驗 應驗呢,就是說 某個人在上場之前 你先讓別人介紹他的一些特點 等他上場後 然後呢,結果呢 果然是按照別人介紹的 就這麼去實現了 這就是應驗 比如說,愛情呼叫轉移 剛開始的時候 徐征在電梯裡面 他會自述 說什麼 我已經能想得到 我進家之後 永遠是一成不變的 什麼炸焦面 永遠不變的電視劇 永遠不變的什麼樣的 等等這些東西 這就是 在電梯裡面 剛開始的時候 等到他回家的時候 說呢,果然是一成不變的炸焦面 是那個不變的電視劇 就是這樣的 叫應驗 就是在你的這個人或事發生之前 在之前呢 會有一定的鋪墊或介紹 結果呢 果然是按照他介紹的 這麼去進行一個實現了 再一個叫泄氣 泄氣這個也是在情節裡面 常用到的一種方式 比如說在夏洛特煩惱裡面 有一個男同學 他不滿夏洛啊 擠自己的位子 然後很氣氛 然後呢 他發誓一定要讓夏洛吃到苦 但是發完誓之後 馬上就溜了啊 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是吧 像這種泄氣的行為 也可以引發觀眾的一個笑點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片段啊 就是泄氣的這個 夏洛特煩惱的片段 這個就是泄氣啊 就是這種呢 也可以說是一種人物和行為 上面的一個反配是吧 嘴上說一套行為是另一套 一個人物在發表態發誓的時候 一定要讓其他劇中人物啊 這觀眾都暫時的相信了他啊 發誓的這個人呢自誇越大啊 他泄氣的時候這個落差才會越大啊 才會有喜劇的效果 就好比什麼呀 就好比你今天晚上看了一些勵志的小視頻啊 你要勵志 你說我明天開始我要奮發圖強啊 我要好好工作 我要學習什麼技能啊 我要幹嘛幹嘛 結果到第二天早上呢照樣啊 該是遲到的還是遲到 該早起不了的還是早起不了啊 就一樣的啊 這就是一種泄氣 下一個啊咱說叫模仿啊 模仿和模仿者和被模仿者之間啊 他也是差異越大越好 反之呢這個效果就不明顯了啊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這個例子啊 就是乞丐去當皇帝的這個例子 你讓乞丐去當皇帝他有笑點啊 因為他們之間層次相差太大了 乞丐根本就想象不到當皇帝是個什麼樣的 皇帝呢也想象不到當乞丐是個什麼樣的 皇帝可能覺得啊這個世界上再窮的人 能窮到哪裡去了 可能也就是啊天天吃油表吃油餅呃 吃油條吧啊就是不可能再窮了吧啊 不可能比這個還再差的生活了吧啊 然後一天也就賺個幾十兩銀子 可能也就這樣了吧啊 他皇帝的想法可能是這樣的 那乞丐的想法呢可能就想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他是不是天天都吃肉呀啊他是不是早上也吃肉 晚上也吃肉啊然後呢 呃一天能吃三頓飯啊然後呢這個 油條油餅這個東西都能呃隨便吃想吃就吃 是吧啊這種的就是模仿 半醜算不算呃你說這個喜劇情節效果嗎 呃半醜怎麼說呢半醜你要把它歸的話 算不到模仿裡面但是吧你把它歸到別的類型裡面好像也不算是吧 雖然說半醜他也能偶爾去造成一些笑點啊 呃對半醜應該算是一種反差啊 算是一種人的一種反差 比如說那個如花是吧 如花這不就是一個典型的反差嗎 看背影你以為是一個很漂亮的美女一轉過頭來啊 是一個長著鬍子的一個大汉啊 還哭著鼻子 對吧 這種主要是體現在反差上面 對十六節這種的都算啊是反差 啊然後這個再一個就是反轉啊 反轉反差就像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半醜啊啊 那個如花十六節這種的都都算啊 反轉反差這種一定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 關於反轉的話我們後面會有一個會有一節課啊 專門的拿來詳細的講解一下啊啊 反轉這個東西呢想寫好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好了接著我們再往下看啊 下面我們再從事件上來說一下這個呃幾種 第一個小人物遇大事大人物遇小事容易製造喜劇 哎這個我們之前說過是吧啊 這種小人物遇到大事件大人物遇到小事件啊 是從事件上來去選一個亮點那大話稀有 大家想想你看的大話稀有 裡面的至尊寶是個小山賊是個小人物吧 然後呢他卻是孫悟空轉世啊 他要跟著唐僧啊重新的去西天取經 是吧小人物解決大事啊啊 類似的星野很多電影裡面都是這種的小人物解決大事件 或大人物解決小事件啊 這種的是很容易製造一些喜劇的 呃再一種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類型事件的啊 也容易造成喜劇 比如說呃少林足球 一個生活都很困難的一個小人物 他想要發揚光大啊想要發揚光大少林功夫 然後呢做了很多的嘗試是吧 哎對夏洛也算吧啊也算是這種呢 啊這種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類型的 還有一種就是巧合類事件 呃之前有一個很早的一個電影啊 成龍的叫雙龍會就是講的呢 呃他有一個失散多年的兄弟啊 兩個人是兄弟啊長的一模一樣 結果呢性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特別的喜歡打架啊那打架很厲害啊 也不學不能說不學無術吧 反正就是呃沒有什麼過沒有那種很好的生活啊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很有氣質啊很高雅的那種 他是一個鋼琴鋼琴彈鋼琴的啊是一個音樂家 哎 對啊是講的是這麼一個 呃兩個都有女朋友 兩個他們兩個飾演的那個角色都有女朋友 然後中間反過來了嗎啊不知道是中間不 那個有一次是反過來了啊 不知道對方到底哪個是哪個了 就是那個鋼琴家的女朋友呢 他嫌那個鋼琴家沒有男子氣概 呃太懦弱了 然後那個會打架的那個人 他的女朋友就覺得自己的男朋友啊 就呃有點太過於魯莽了啊 就一點都不文雅 講了這麼一件事啊中間還反差過了一次 啊 那在咱們在喜劇世界上啊 其實就是利用 混淨 不是還有巧合啊 就利用了這麼一些 張曼玉和立志 好家伙你是現查的嗎 我想問一下 我就很好奇啊 你能這麼清楚的記住每一個演員的名字 和一些東西的話 你是現查的嗎 你還是真的記住了 啊你看過 那可以可以啊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真的很厲害啊 好那這是咱們從世界上來說啊 嗯接著我們再從主題上來說一下喜劇這件這個東西吧啊 嗯這個喜劇這個東西其實是往往帶有諷刺批判性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喜劇往往是帶有諷刺批判性的 單純的喜劇啊 只是為了讓你哈哈一笑那種的啊 嗯這種呢 也不是說沒有 就是好的喜劇 不單單是讓人發笑 還會引起人們對某些人或社會的一個反思 早期的喜劇巔峰的代表人物卓別林啊 那你看他的作品就是很帶有諷刺性批判性啊 裡面諷刺的一些東西啊到現在都在啊 卓別林嗯有一個電影叫摩登時代 大家看過沒 摩登時代 有看過的嗎 這個可能看過的就真的不多了 好家伙看過沒 看過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嗎 啊看過 摩登時代還記得講的什麼嗎 他講的就是一個工人在資本的壓迫下啊 就變得像機器一樣去工作是吧 講的這麼一件事 你看他也是個喜劇啊 嗯他就是諷刺了資本主義壓迫下的 勞動人民的一個生活狀態啊 他的喜劇電影裡面很多很多都是有諷刺批判性的啊 他不光是諷刺了資本家 他連誰都諷刺了 連希特勒都諷刺了 卓別林時代那個時候還在二戰呢啊 那個他的小胡子那個形象 就是在諷刺希特勒啊 就是在模仿希特勒的 這個希特勒本人呢 也看也知道這件事還看過卓別林的電影 然後據說啊 希特勒本人 對這個卓別林的這個行為呢 啊並沒有過於反感啊 只要是很反感的話 搞不好要派人給暗殺他了啊 咱們要少看到多少作品啊是吧啊 那就太可惜了啊 你從這個 早期的大師看他們的作品就知道啊 很多喜劇他的內核啊 其實還是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諷刺性批判性的 嗯 卓別林的像一個摩登時代啊 還有一個淘金者啊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叫什麼呢 就是故事內容是他和一個流浪的小女孩的 講的那個故事的啊 具體的名字我記不太清了啊 這幾個故事都可以去看一下 哎對的卓別林本人很帥啊 可能有些同學不知道 卓別林本人是非常帥的 他在螢幕當中出現的那個形象 都是戴一個小胡子啊 個子也不是很高 是吧 你就感覺 嗯也也就那樣的感覺啊 說不上多帥吧 但是也不是也不是多好看 但是你要看過他本人的照片 你就知道 我現在給你們搜一下吧 反正咱們現在馬上下課了 東西也講完了 給你們搜一下 卓別林 卓別林 圖片 哎 剛才那個就是 跳過去了 哎 這個 這就是他不戴胡子的樣子 是吧 長得還很眉清目秀的 不過這張照片選的不好 這張照片 這個眼往邊上瓢 就感覺這個人 不是很好看一樣 這個還可以 你看多帥的一個小夥 哎 怎麼不能放大呢 啊你看挺帥氣的一個小夥是吧 哎 而且卓別林這個人啊 在整個電影史上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有成就的一個人 大家還是對這個人物不太了解的話 你可能以為 他就是一個半夜相處角色的一個演員 是吧 如果你這麼想的話 你就大錯特錯了 卓別林這個人非常的厲害 他在電影上的成就 即便是現在啊 都沒有幾個人能超越的 他厲害到什麼樣的人物呢 他厲害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可以說 他在電影這個行業裡面 算是一個開掛的人物 他可能沒有做一些很開拓先河的事 但是他達到的成就 那是很多人現在都沒法達到的 可以說 是一個電影裡面的全彩 他精通電影製作的方方面面 這個不知道是吧 我們可能很多人以為他就是只是一個演員 只會表演是吧 不是的 他會寫作 他會寫劇本 他會寫本子 他會表演 他會製作啊 就是製作過程啊 剪輯什麼的這些 他懂音樂 他的電影裡面的音樂都是自己寫的 然後他還是個導演 厲害嗎 你要說別人啊 一般做電影的人 別人的話拿獎 可能你是一個演員 你拿的獎 都是什麼最佳演員獎 最佳主角 最佳配角是吧 你拿到的是這麼一種獎項 你導演的話 你可能拿的是什麼最佳導演之類的獎項 你是要是配音的話 拿的什麼最佳配音之類的獎項 是不是 你都是很有專業性的 但是你看看卓別林拿的獎啊 你就知道多厲害了 那就是跨專業打擊 他好多不一樣的專業 他都能拿過獎 這就說明他人家不只懂 他這個電影的方方面面 各個工種 人家不是懂一點的那種程度 人家是大師級的懂 是很厲害的那種懂 就是每一個工種每一個行業 你能拿到一個獎 就算很厲害了 好多行業他都拿過獎 你想想 這是一個多開掛的一個人啊 很厲害很厲害啊 真的是啊 你讓你想像不到的 我來給你搜一下 咱們從百度百科上搜一下啊 來百度百科 城市之光大獨裁者 這個大獨裁者就是說的希特勒啊 就是諷刺希特勒的啊 然後摩登時代就是我剛才給你們說的那個 呃 講述的被工人壓迫的 被資本被資產階級壓迫的工人的那個 那個叫淘金記啊 淘金記 來我們來看看他的成就 演員經歷這個就不說了 個人生活這個也不看啊 作品作品啊這些啊 對那個叫尋子記啊 尋子欲仙記啊 講的是他遇到了一個小女孩 然後這個幫他找家人的一個故事 獲獎記錄 哎這個放大怎麼回事 沒法放大了嗎 我把放大軟件重啟一下稍等 來看看這裡 你看他拿的是什麼最佳配樂 榮譽劇本 主角榮譽終身成就金石獎 對吧 你看著這些 他根本就不像是一個人獲得的獎項 但他確實就是一個人拿了全拿了 很厲害很厲害啊 你說現在你見過哪個人 你不管是什麼 他是做導演的還是做演員的 還是寫劇本的 你見過哪個人 就把這種不一樣的獎項能拿到手的 幾乎沒有 是吧 而且他的音樂好在什麼地方 咱們以前的那個末片時代 末片時代那個時候電影是沒有聲音的是吧 但是你在真正播放的時候 他不可能就是那樣沒有聲音的去播放 所以在末片時代的時候播放電影 是給你放一些別的音樂 你可能這個畫面上在講述的一些故事 這個人的說話呢 會用這個字幕代替啊 然後他的這個現場在播放的時候是有音樂的 這個音樂 他可能和你的電影完全沒有關係 他就是隨隨便配的啊 甚至都是現場隨便播放的一些東西啊 反正就是讓他有點聲有點響啊 別這個太乾了就可以了 關係甚至都不是很大啊 還有一個就是你要是看過一些老電影的話啊 那個有些同學對年紀比較大一點 看過那些老電影就是以前的時候 咱們不是有電影下鄉嗎 電影下鄉的時候 他們在播放的那個機器啊 偶爾也會喇叭出問題啊 那個時候他們播放電影的人會怎麼幹啊 就現場配音啊啊 他這個電影都看了好多遍了 現場啊去把那個演員的台詞喊出來 就是這樣的 是吧 就這種的啊 在那個時代 卓別林的他的電影裡面的音樂 都是自己寫的 他裡面的那個音樂 就和貓和老鼠裡面的音樂就很像了 你的每一個動作啊 每一個細節 他都是配得上的啊 切合度非常的高 這就是他的電影好的一個地方 是吧 這個現在來看的話 可能算不上什麼呀 但是在那個時代 那是很很了不起的啊 很厲害的 配樂自己寫音樂自己寫啊 所以他的匹配節奏都非常的好 好 這是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卓別林這個人物 很厲害的一個角色呀 對貓和老鼠也差不多是末片 其實貓和老鼠也很早了 貓和老鼠是哪一年的 是 是 三幾年的片子 是吧 是一九三幾年 看看 不懂的我們要查一下 貓和老鼠 對 三九年啊 三九年的片子 想想三九年 那個時候 我們還處於水深火熱當中呢 還沒見過呢 來 那今天這節課 咱們就到這兒啊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光是貓和老鼠的配樂什麼的 還有那個 早期迪斯尼的一些繪畫也是非常厲害的 現在手繪都不是很重視了 那以前的時候那些老一輩的那些畫畫的原畫師啊 他們畫的東西是真的厲害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這節課就到這兒啊 咱們 這個可以下課了 然後我去傳一下回放 然後呢我們下一節課再見 他不是用電腦的問題 你知道動 你知道動畫是怎麼做的嗎 比如說咱們畫一個小球 它一個落地的一個動畫 這是第一張畫一張 然後第二張 然後落到這兒 第三張 落到這兒 第四張 落到地上壓扁 然後再下一張 然後再彈起來 再下一張 再彈起來 這樣一張一張的畫的 用電腦做不是問題 關鍵在於什麼呀 關鍵在於我們以前的時候做 動畫啊 是24針 就跟電影一樣的啊 一秒24針 就一秒畫24張 然後呢 種種之蟲提出來的一個 這個方法 就是插針法啊 就是像 這麼一秒鐘的畫面 我沒有必要24張都畫出來啊 是吧 你說我一秒鐘畫12張行不行 畫12張 我去畫關鍵針動作 它的效果呢 比24張的肯定要差那麼一點 但是呢 差的不是很大啊 這個細節啊 有些細節就表現的不是很好 所以呢 這個 呃 就會出現了這麼一個情況 用這種 這種脫拍法的這個原因啊 是這樣的 可以節省成本啊 如果你一秒鐘 節省了一半的畫面的話 你整個公司能節省大約一半的一個開支 這是很厲害的啊 對於動畫公司來說 節約一半的開支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創作啊 呃 手種之蟲和宮崎俊老爺子 兩個人就有很大的衝突 啊 他倆的衝突就在這啊 這個宮崎俊還是堅持一張一畫啊 就是一秒24針 一張張的畫 不能中間去一拖二一拖三的這種畫法 我看看我能不能給你找到那個案例 白雪公主的 就這個版本 原版的啊 原版的有一個他和小矮人跳舞的那段 啊 在哪呢 哎呀找不到了 這個當時是在那個嗯 動畫教材裡面是拿過出來一些案例的 好像是這段 好像是這段 對是這段 你看他的那個身上的那種布料的這種感覺啊 你現在再找人去畫出來啊 就這一塊他能畫他能畫枯了 往後這段還比較簡單 就這種布料的運動還是比較簡單的 再往後一點 對 對看這塊就是這個裙子啊 如果我不告訴你的話啊 你要說做動畫的人 你不告訴他 沒有看過白雪公主的話 這段他都懷疑是用三圍做的 你看這個布料運動的感覺做的多好 是嗎 這個細節做的多好 太細了 啊 這當年老一輩的人畫出來的 這是純手繪畫出來的 這可不是用三圍計算出來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三圍做動作動畫的先例呢 厲害吧 啊 那現在呢 這個能有這種畫工的人越來越少了啊 好 那咱們今天就先到這吧 啊 然後下一節課同一時間不見不散 啊 拜拜